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 跟正13日 上午凌晨4点46分 今天的早上 因为我比较早睡 所以会在两三点的时候 就会比较早起床 那起床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眼睛闭着悟一些东西 其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可以定 就是可以暂时进入可以悟的状态 就是我们累世英国训法当中的定 就是得以悟的状态叫做定 所以有时候夜深人静法 反而比较精神好的时候 睡饱精神好的时候 这两三点反而可以悟 那今天所悟的东西就是 就是继每一世 累世英国心法每一世之后 我们要如何去悟出什么叫轮回 所谓的轮回 所谓的轮回 就说 从这个舞台 退出之后 从舞台前走到舞台后 又进入另外的舞台 这就是轮回 只是说 你现在的舞台退出之后 你现在的舞台退出之后 你在赶赴另外的舞台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 你这个舞台是前一世 下个舞台就是后一世 你在从这个舞台前一世 就是轮回到下个舞台的时候 中间可能在赶赴的过程当中 这过程可能有人是五十年 有人是一百年 有人是两百年 所以 舞台前 退到舞台后 到进入下个舞台 其实就是轮回 这样的定义 其实比较符合 也是英国心法当中 才累积灵文说的定义 也可以 让相信 也是英国心法的人 比较理解 或者 对 死卑的一种释怀 死卑 是 很难 突破 每一个人 这一世很难 很重要 而且是 最大的修行的障碍 尤其是跟至爱 至亲的离卑 是死卑 是最大的障碍 那这个障碍 就涉及到说 你怎么去用 累世英国心法去理解 轮回 理解死卑这件事情 所以 今天就希望说 透过累世英国心法 来诠释 来诠释 理解所谓的 死亡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容易去面对 死卑这件事 所以这边 我认为 从累世英国心法的角度去看 其实 是 所谓的轮回 所谓的死卑 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也不用太悲伤 就是从 舞台 退出这个舞台 然后 赶赴另外舞台 的一个过程 虽然你在这个舞台 退出了 跟你的至爱至亲的十倍了 但是你假如这一次 好好休闲 心境提高 跟他之间的 累积灵魂的情感 我们说累积灵魂很多 包含 诸事的经验 智慧跟情感 其中的情感 里面涉及到 你跟所有人之间的 爱恨情仇 那你假如这一次 好好跟你所爱的人 好好去 累积 你的所谓的情感 培养的情感 加深你之间的情感 都留一些纪念 都留一些甜美的回忆 那这些累积灵魂里面的情感 你就会 越深 那这累积下来之后 这一次好好累积 总是死北之后 到了下一次 下个舞台 应该说到了下一次 下个舞台 只要因缘和合之后 你还是在同一个世界 你在异世界 两个处于不同的异世界 因缘和合 你分别处于在不同异世界 于现在的技术而言 现在科技人 是很难在一起 但你假如是同属一个 同属一个世界 因缘和合同属一个世界 而且在同属一个星球 这样 纵使例如 彼此因缘和合都生存在地球 那依照地球现在 网际网路那么发达 而且是国际村的概念 飞机那么发达 其实还是会碰面 你们之间的累积 你们的情感 叫深的话 再次在这一世 就下个舞台碰面 是蛮正常 所以才为 有人有所谓的 一见钟情 其实我跟老婆之间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世很快的 为什么见面的时候 就产生共鸣 其实就是因为 诸事当中 累积灵魂 达到 累积情感 达到一个 所以刚好 云缘和合 刚好都在台湾 所以纵使你一个在北部 一个在南部 也透过所谓的 文先民的 配对 所谓的配对 而相遇 不然一个人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完全都没有任何可能 相遇的机会 结果就相遇了 结果结婚的感情那么好 可见 这个就是所谓的 累积灵魂当中的 累积情感 所发生的作用 当然我们这种 累积灵魂 所谓 不是佛教 所谓的业力 纯粹是 累积灵魂里面的 累积情感 发生作用 所以 轮回 回过头 轮回就是从这个舞台 然后从这个舞台退出之后 赶赴另外一个舞台 就是轮回 那死北只是退出这个舞台 但是不代表说 在另外一个舞台 彼此至亲至爱 不会再相遇 纯粹是 决定两个 第一个 你们之间 诸事当中的累积力 尤其是这辈子 当时的累积情 累积魂当中 累积情感 有没有好好累积 所以告诉大家 或者是也告诉老婆 这辈子 不要轻易的 去自杀 仲子老公不在 你也不要轻易去自杀 好好修行 让自己的心境提高 因为 累积灵魂 不只是累积灵魂的情感 包含累积灵魂的智慧 包含累积灵魂的经验 累积灵魂 包含这三种 那你这辈子 只要累积灵魂的智慧 经验 还有情感 还有心境高一点 以下辈子轮回 因为在另外一个舞台 就是在另外下一次 的基础 心境的情况会比较高 会早一点觉悟 下辈子一样 你会 我们每一个人 轮回都是下辈子 都会 累积灵魂都因缘和尔 分别的自我跟本我 那自我出生之后 会自我会因为环境 这种就是一个 设障碍 自然而然设障碍 让你去自我揽悟 但自我揽悟 你要真的要觉悟 那就 你觉悟的早跟晚 就靠你的累积灵魂的智慧 心境去决定 所以你这辈子好好修行 宗旨自清之爱离悲 好好去修行 把你的心境提高 对于你下一次下个舞台 就下一次 你可能会找一点觉悟 所以你会看出说 为什么有些人佛头 你所谓的佛头转世 密宗当中的佛头转世 为什么他可以 早点觉悟 早点回归修行的路上 因为他每一次都在修行 心境都在提高 所以他可以早点回到觉悟路上 每一次都很早 所以每一次要心境提高 然后你要彼此之间 假如自清自爱的死悲 你也不用太悲伤 大家也不用太悲伤 因为下个舞台 这辈子好好累积 好好休息 下个舞台 看一起再去相遇的机会很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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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